我們在戰鬥 為我們的權利 為我們的自由 為生命 為我們的生命 現在我們在戰鬥 為生命 這是我們的動力最高的 烏克蘭戰火中最堅定的力量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透過視訊 在歐洲議會再次向世界求助 過程中速度讓現場口譯忍不住哽咽 澤倫斯基會再次喊話 原因在於今天3月2號 是俄羅斯總統普廷定下的作戰勝利日 在24小時內 俄軍會不會包圍首都基辅 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烏克蘭能均名一心 《華盛頓時報》指出 關鍵在於澤倫斯基對內激勵士氣 對外則利用社群媒體發文 公開談話 以及與各國政府國際組織視訊演說 促使西方接力提供大量軍援與精援 更不用說全球串聯 對俄羅斯施壓祭出經濟制裁 全球抗俄陣線成形 歐洲議會文件草案顯示 將會正式宣告俄羅斯為流氓國家 並呼籲歐盟對俄羅斯加碼制裁 與烏克蘭站在一起 面對基辅久攻不下 如今也傳出俄軍要加大進攻力道 俄羅斯國防部已經發出攻擊警告 呼籲基辅民眾離開 還傳出要鎖定烏克蘭電視塔 新戰中心 第二大城哈爾科夫市中心 昨天傳出遭到俄軍空襲 至少造成10死20傷 俄軍也疑似在烏克蘭投放 有炸彈支付支撐的真空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公開譴責 俄羅斯破壞烏克蘭的基礎建設 連公車汽車以及救護車都不放過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入第七天 中央氣象局長證明點在臉書 貼出一張最新的衛星照片表示 雲變厚了衛星看不清基辅附近的地面 北極強冷空氣預計在5號到烏克蘭 許多網友都替烏克蘭加油 希望能撐到那個時候 也有網友表示 會不會最後使烏克蘭人緊急救援 暴露在冷空氣中的俄軍 以上是楊奧如整理報導